你见过满虫吗 活的那种 你没有 嗯 真可怜 给你看一只 用我的脸养了 只要在睡前 把一块胶带贴在脸上 第二天早晨接下来 放到显微镜下 就能看见它 仔细看 这小腿还在动呢 没错 你毛孔里这些如星满很可爱 跟这些吓人的满虫完全不一样 如星满 更像是 如虫 有一百多种 其中住在你身上的人如星满 有两种 一种是肠尾巴的毛囊如星满 成虫大概0.4毫米长 像迷你象拔棒 另一种更小 叫皮脂腺如星满 正在看视频的你 很可能一个毛孔上 就挤着三只满虫 既然是如此常见的小生命 当然危害不大 否则 你早就归西了 不过 也不能简单说 满虫对你毫无影响 所以满虫应该被哪些锅 什么情况下需要出满 才知道 在知识的海洋里 狗跑 满虫虽然叫虫 但身体比昆虫更简单 不分段 还有八条腿 比起昆虫 它们和蜘蛛蝎子 亲缘关系更近 养花能见到的 害虫红蜘蛛 其实也是满虫 能将满虫的物种非常多 但只有两大类 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如星满和尘满 养在我们脸上的 就是人如星满 它们以你出的油 和表皮细胞为食 只要分布在前额 鼻子 面颊 下巴 这些产油量大的部位 它们通常会在我们 晚上睡觉的时候活动 再靠近皮肤表面的地方 做羞羞的事情 再回到毛孔里产卵 组建一个快乐的小家庭 所以虽然我们自己 还买不起房 但已经可以提供 广沙千万间 大逼天下满虫 聚欢颜了 那么 这些如星满 会让你毛孔粗大 皮肤油腻吗 答案是不会 很多人脸上都有满虫 但并不是说 它们的皮肤都很差 我们脸上的满虫 是一种条件致病寄生虫 也就是说 在大部分时候 你都能和如星满相安无事 只有在免疫功能低下 定须部位改变等特定条件下 才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所以你日常的皮肤粗糙 出油 并不是如星满直接导致的 只是当你有这些情况时 脸上的皮肤 会更适合如星满生存 请不要因果倒置 委屈了满虫 但如果你皮肤状况很不好 那么随着如星满的进出 它们携带的其他细菌 自身的分泌物 尸体优发的严重反应 爪子带来的机械损伤等等 就可能会加重皮肤的负担 但这也只是皮肤不好的N个影响因素之一而已 大部分皮肤问题跟满虫没啥关系 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 如星满才会带来真正的问题 比如 简缘炎 如星满会寄生在睫毛毛囊 以及盐碱的皮质线和剪板线里 数量少也没事 但如果数量过多 就可能导致简缘炎 此时最典型的特征是 睫毛上会出现这种 脂氧锈套状分泌物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就赶快去医院处理 总而言之 虽然如星满的感染率很高 但致病性却很低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你并不需要专门出满 除了不交房租以外 如星满一家 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当然 如果你是油性皮肤 平时皮肤状态也一般 或者就是强迫症 想干掉满虫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光靠洗脸是不行的 因为刚才说过 人家满虫都住在你的毛孔里面 只有晚上的时候 才到皮肤表面繁殖 洗脸洗不掉它们 让皮肤少出油 断掉口粮 对它们的影响更大 比如脸上用太多化妆品 就可能堵塞毛孔 出油更多 吃辣 有可能让油脂分泌失调 也会把满虫喂得更饱 多换一换油腻的枕筋 和枕边人 也很重要 除了住在身上的如星满以外 另一类满虫 也跟人类关系密切 尘满 也就是这张证件照上的 标准满虫 尘满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实际上 我们常说的灰尘过敏 本质上就是对尘满过敏 有些学者认为 尘满的分泌物 排泄物和死亡虫体 都是强烈的过敏源 还有一些人认为 尘满本身不会让人过敏 但它们会把污尘 消化成让人过敏的物质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过敏的锅 确实该让尘满呗 它们可能导致过敏性鼻炎 寻麻疹甚至哮喘 有些人早晨起床打喷嚏 也是尘满过敏 如果你没有灰尘过敏的情况 那就让尘满住在家里也行 但如果你恰好过敏 那就要注意一下了 尘满以人类的皮屑等为食 所以你碎片掉落越多的地方 尘满也就越多 这篇对北京地区尘满过敏患者 家庭的研究发现 枕头、床垫、沙发、地毯 属于尘满的重灾区 其中枕头的尘满平均密度最高 而地毯很难清理 最容易出现尘满 所以研究者给尘满过敏者 提供了一个简单粗暴的 除满建议 别用地毯了 尘满是南方地区全年 和北方地区夏季的 主要过敏源之一 之所以有南北方和季节差异 是因为最适合尘满生存的环境 是20到25摄氏度 湿度70到80的室内 如果你加满足这个条件 那就是尘满养殖基地 也正因为如此 不同地区的尘满高峰期也不一样 比如东北地区尘满高峰期在9月 而上海市的高峰期在5月和11月 而北方在冬季 还会经历一个尘满过敏的小高峰 因为室内温暖 加上冬天掉落的皮屑变多 满虫又活回来了 那如果你需要去除尘满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虽然很想接广告 但实话是并不一定非得花钱 尘满带来的过敏源 大多是水溶性的 清洗床单枕套 就能洗掉大部分过敏源 如果用高于55摄氏度的水来洗 还能直接杀死满虫 另外尘满也怕干 如果室内湿度持续低于50% 即使温度合适 尘满也会在5到11天内脱水而死 至于晒被子 虽然也不花钱 但对于尘满过敏 没什么杀伤力 如果觉得免费的手段还不够 那也可以课金 买专门的储满产品 储满仪确实可以用 虽然普通吸尘器也有一定效果 但储满仪持续震动拍打 能让强迫症患者大满足 一些孔洞极小的布料也可以放满 满虫的体型 大约在0.3毫米左右 排泄物的大小 大约是身体的十分之一 如果织布的孔洞小于53微米 就可以防止尘满通过 有一定的防过敏效果 至于其他的一些储满手段 比如乳胶枕头 防满喷雾什么的 只能说价格不低 用处不大 对了 用手捏死满虫 也是行不通的 不信 你用手在这里 狠狠地摁一下 满虫安然无恙 但你却损失了两个币 一个人看电影还是太孤独了 有办法了 起来了 起来了 看电影了 看电影了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